这是我车祸的第四年 因为失去了行走能力 所以双腿也在慢慢萎缩 尽管我每天都在锻炼 但依旧无法阻止萎缩的速度 也正是因为无法行走 所以我下半身的血循环非常不好 每天都要戴上这个像裤子一样的仪器 它的原理就是充气和放气 来放松我的肌肉 包括促进我的血循循环 由于我只有上半身能动 所以在穿这个的过程中会慢一些 双腿完全只能靠我的臂力来抬起 不过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放气 积极地锻炼 希望未来的某一天 医学能有所突破 而我还能有希望再次重新站起来 人的一生难免会遇到困难 如果你也对生活失去信心的时候 可以回来看看我 妹妹陪你一起笑对人生 加油